總統候選人 我想要問三位總統候選人一個問題 那現在頂星的這個案件 經過判無罪之後 社會一片華然 那大家就會認為說法官的這個決定 非常有問題 那事實上在台灣 法官的權力事實上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英美的陪審制 他是用陪審團的方式來 這個解決這個判決的問題 那否則是歐洲 包括德國的參審制 就是人民參與教審判裡面 那即便在日本 跟韓國 他都有國民參與審判的這樣的制度 在日本的話是六個平民三個法官 但是呢我們的司法院 弄了一個獨步全球的叫做官審制 官審制的意思就是說讓你看而已 在嘉義跟士林事辦 就是說每天給民眾三千塊 那你來看法官怎麼判 判完了之後 這個你沒有辦法做決定 還是由法官來判 這個叫做司法院的官審制 那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這個完全是沒有任何的績效 沒有任何效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問三位總統候選人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到底知不支持國民參與審判 不管是歐洲參審制 不管是美國的陪審制 你到底知不支持這樣的這個美國的陪審制 或者是歐洲的參審制 讓人民的聲音可以進入到法院的系統裡面來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你也關心這個問題 請大家到這個臥槽的這個總統給問嗎 這個網站來幫忙連署 希望這個台灣的未來 希望台灣的司法的未來 是真正的有一個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我們不希望法官再繼續壟斷了 這個判決的這個判決權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不管是在美國也好 不管是在英國 德國 或者是說現在日本 韓國 都有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應該要讓人民的聲音真正進入到 台灣的法院判決系統裡面